主研式这一体里面 它主要是资料的计算 那计算什么资料 里面它有一些说明 比如说它里面有说到开启 其实上面这个题目说明有时候 真的就写的不是很清楚 尤其是read.txt 档虚为utl8格式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 因为这个是可以连结到那个考试系统的连结 但是我把它点击进来就是这个档 如果你按右键另存新档 那你可以把这个档下载下来 我把它放桌面上 那储存一下 那另外我把它打开来 在其他东西写 其实我把它打开来之后我发现 它这个档的话是ansi 而不是utl8 那这个就有点麻烦 那我记得那时候研习的时候 没有特别讲这一段 所以怎么办 就是反正 但是只要能够频到满分 我记得好像我没有特别去改 如果根据题目要求 应该要把它改成utl8存档 可是好像他没有希望你做这件事 会不会你反而做了反而被扣分 反而没有分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这一段可能要斟酌一下 这也许还是以那个当天你考试的时候 那个题目为主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值得商榷一下 我刚刚同学有问 所以我就稍微再看 奇怪什么这nsi 另外的话里面的那个题目说明 主要当然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看底下的 底下这边的说明 你再去看上面 会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有时候上面的题目叙述 有时候看半天还不知道他到底要你做什么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他主要是什么 要读取那个这个档 然后他每一列格式中间是以空白就分割 我们之前是斗点 这边是空白 所以那个spirit 一样用那个spirit 然后本来是斗点把它改成空白 然后并且是所有人的平均身高跟平均体重 另外呢最高跟最重 最高跟最重 刚刚不是有用过类似的 所以两种写法 要不就是跑回这边里面做逻辑 要不就是用那个max加index的方法 两个题都ok 那我在云端上面放的是用那个逻辑 用if逻辑判断 也许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用刚刚讲的max加index 那并且呢 把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将来的话用format把它格式一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考试的时候其实会已经帮各位把那个档案是放在根目屋里下 那因为我们现在练习的话 请你自己手动把它放到什么呢 放到TQD 专案底下的src 第一个 所以呢在根目屋里面会有个read.tst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自行按右键 去new 一个新的module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考试的时候会给你那个档案 你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不用另外new 直接打开就可以 那那个键的名称就是a 我是a 904 它里面的话根据题目的要求 第一个当然我把它open一下 所以f open这个档 你会发现后面我没有加什么 没有加豆点 什么呢 encoding 那个utl8 为什么 因为它是ansi 不需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特别是 那当然未来你可能如果说要再确认考试 因为我不确定它会在改版的时候会再修正 所以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你确定一下令存新档 如果是ansi 那就不需要加encoding 但如果有可能它是有修正过的话 因为其他题目跟档案给的好像没有同步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改变 这个可能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也在注意一下 如果是出到这一题的话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的话做什么 一样嘛 如果我们因为要知道谁这个最高的 所以我有建一个最高的一个maxH 最高的那个 然后maxW就最重的 另外的话我把清单里面分别 因为我打开之后的话 我知道这里面的话 有它的名字 有它的身高 有它的体重 所以呢我一样用append append这个到H里面 有没有 身高跟体重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一样跑一个回圈 for light in F 不过特别注意哦 同学想说老师你之前不是这边是一个什么 一个list one 特别注意哦 特别注意哦其实哦 它这边可以在精简 我们前面是加一个list one list one等于什么呢 f 点什么呢 有没有 read line 还记得吧 read lines 有没有 加一个line 加s 然后呢一个小瓜 有没有 然后呢再把这个 放到这边来 可以还记得吧 有没有 其实哦 Python 是这样的 Python 真的它追求精简到一个报 所以呢哦 不知道 它突然间这一行其实也可以不用 也就是说哦 它本来应该读过来的是一个物件 你要用 read line 帮它转成串列 它才能够读一读 但是它居然可以物件直接就就把它直接当成串列来用 也可以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成看到这样的写法 你不要觉得惊讶 这样的写法也ok 只是说哦 突然间这样子你会有点什么 好像 所以我怎么办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就是 要不然就是说你干脆哦 这边再加一行 你如果比较习惯的话 因为比较符合逻辑啊 比如说你就把它 read 到这边 用 f 点 刚刚讲那个 read lines 所以这个 read lines 这可能要 特别再注意一下 ok 那这样子把它读进来 我们再逐一的把它分别 那接下来就是 print 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将来会需要 把这个结果逐一个把它秀出来 就是底下这个 print 一个 然后呢 换行 print 一个 换行再 print 再分别产生我们的平均身高 跟平均体重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 当然你可以分阶段来完成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把那个 升高 平均身高跟平均体重 先做 ok 所以底下这个也许你可以先 先 mark 掉 先不要去 那我们先执行 这个 这几个 H 底下这些 这几行 H 先不要去 我们先确定一件事 像我的习惯就逐一逐一做 比如说我先怎么样 先确定说我可不可以把那个 第一个部分先 print 出来 所以底下先不要 先把这些 print 出来 ok 那确定说 诶 有没有把资料先 print 诶 有 那因为它后面好像已经有换行 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就 print 了 它加上它本身 print 了 所以 这边会有两个换行 ok 第一阶段 ok 那第二阶段的话 请各位也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 后面呢 还要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个 也许你再把平均身高做完 再去找到最高的 可能分成三个阶段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